首先在開場之前打開一些無厘頭的影片 即是帶了蘋果手錶 用了iPhone就會救你一命的宣傳短片 看不看都無所謂 但是逼著你看就十幾天要看完就算了 因為不看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大家的健康 大家看了很多講了等於沒講的短片之後 就回來我這裏 歡迎大家來給我錢 今次講兩件事 就是iPhone和Apple Watch 麻煩鏡頭偏近一點 麻煩不要太遠 因為沒什麼說 帶頭就沒什麼可出現 所以希望大家認一下我的樣子 但是產品呢 我就留給員工跟你們說 因為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新東西可以介紹給大家 今次呢 第一件事就是講這個 Apple Watch 這隻Apple Watch究竟有什麼用呢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不要問我 那我留給我 我要揹鑊的員工去講 大家聽一下他 怎樣去形容這隻Apple Watch 怎樣好用法 麻煩我先走了 大家有興趣的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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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 好漂亮啊 嘩好光啊 另外有很多隻顏色給大家選的 又有時間看 今次就多了個手勢 暫時就不講個手勢 那我留給下一位同事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Apple Watch的內心 是什麼來的 它這次做什麼這麼厲害的 CPU呢 鑊一起揹 那我留給下個同事揹 Apple Watch都是一般功能 但是都是那些功能 這次我們主要看機心是S9 記住是S9 不是6S 不要倒轉讀 另外我們這塊S9 就多了30% GPU的效能 好厲害啊 還有支援一日18個小時 原來沒有24個小時 不信你聽聽 沒有騙你的啦 是不是18個小時啊 你不要想著一日慢慢去做事 24小時 這個地球時間來的 蘋果時間呢 只有18個小時 接著就沒有電的啦 要充電就不是死機的啦 還有呢 Simi會照顧你的健康的 你戴著錶呢 Simi就知道你昨天夠不夠睡 含氧量夠不夠啊 有沒有去做運動啊 有沒有去踩單車啊 哎呀 你昨晚有沒有做事 他什麼都知道的 還有你可以叫Simi 找你的iPhone 看看你的iPhone 和你的Apple Watch相差多遠 哎呀 找到了 那是不是很方便呢 另外說一下呢 為什麼18個小時呢 就因為這隻錶很光的嘛 總共有2000個尼特 啊 這次啊 那是不是很光呢 那這次的錶呢 最主要的功能就講完了 你我再講都不知道講什麼好 留下一個同事 什麼非的再跟你們講 就這樣先 拜拜 鏡頭一轉就回到來我了 那唯有呢 介紹一下這隻錶呢 是有什麼作用 首先呢 戴手錶 就當然是看時間啦 可以有中題的 另外就講手勢 不是我的腳啊 不要看我對腳是講手錶的手勢 這次呢 Apple Watch有一個新的手勢 慢慢走大家就不留意我的腳了 那 我們呢 就有兩下的手勢 可以令到呢 Apple Watch有一個新的動作 就是呢 拋兩下手指 可以呢 聽電話 講完可以聽電話 就當然是可以關電話啦 這個新功能呢 就記住啊 是用兩隻手指去做 不是我的腳啊 我示範錯誤的 記得記得 是用兩隻手指去做啊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用腳去做啊 是做不到的 那總之呢 你這次買這個 Apple Watch呢 就不會買錯的啦 告訴你 就算是買錯呢 都是無得退貨的 那你們可以呢 買隻 Apple Watch的 Ultra 那它功能更厲害喔 厲害在哪呢 一會兒 下一集再跟大家介紹 今集就講著這麼多 先你們帶錢來買東西 買完東西 我們先再跟你說過 Apple Watch Ultra有什麼分別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還沒到這裡啦 拜拜 拜拜